2023年我有很多跑鞋 究竟哪些跑鞋可以進入我的2023年年度TOP10 算是非常喜歡的一雙日常的走路鞋 對它是一個蠻好的模板 所以是跑鞋界的老師來說 真的是我蠻喜歡的一個鞋環 哈囉大家我是你的家長得瑞 這一集我們要來跟大家開箱一下 2023年我個人最喜歡的年度鞋選 那這次的鞋子有點多雙 但我就整理出來我自己比較喜歡的走路日常使用 然後還有中間可能平常跑訓練 然後間歇課表或是LSD使用 那也有一些是適合來比賽中我實戰穿著過 或者是說我自己蠻喜歡的一些跑速度型課表 來運用的這種比賽鞋款 好我們就一雙一雙來跟大家開箱 我2023年最喜歡的鞋款有哪些 第一雙我個人非常喜歡的 是昂的這雙Cloud Surfer 那這雙跑鞋呢 它算是一個跟一般以往的跑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像是它中底的設計啊 是這種挖洞的孔槽 然後它也沒有加入推進板 所以整體在走路起來的感受 或因為這個結構支撐的關係 整體的舒適性 我覺得是非常足夠 那這雙跑鞋 我也拿著它去日本走了很多趟 然後也實際穿著它來慢跑啊 或是偶爾做一些比較稍微有一點點速度的感受 這樣的課表我覺得算是 對於它的定位來講 可能有一點點偏硬啊 我覺得它的定位還是比較入門 然後比較舒適取向 然後透過它這個凹槽的設計呢 可以讓你在走路的過程當中 可以感受到很好的這個支撐 該支撐的地方給你支撐 不用支撐的地方 它也會給你適當的放鬆 很像履帶這樣 可以一直讓你很舒服的這種狀態前進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雙On Cloud Surfer 是我2023年算是非常喜歡的一雙日常的走路鞋 或是低強度慢跑恢復使用的跑鞋選擇 第二雙呢 非常喜歡的是這雙亞瑟士的Jokano 30 那這雙跑鞋呢 也算是我覺得2023年非常代表性的年度跑鞋 我個人很喜歡的原因呢 是因為它在支撐舒適性上 我覺得帶來很好的感受之外 算是有點對我來講 顛覆了我認為印象中 支撐型鞋款該有的這種腳感 它整體的落腳感受是非常舒服 舒服 整體的落腳感受是非常舒服的 因為通常我自己的印象中穿支撐型跑鞋 都會是比較偏硬偏扎實 然後給你蠻明顯的那種推頂感 但我覺得這雙跑鞋呢 沒有這樣過度推頂的感受 但是又可以帶給一些需要支撐 比較幫忙的這些跑者呢 可以帶給他很好的緩震穩定的效果 其實比較明顯的就是看到有些跑者 可能會有比較明顯在跑步的過程 足弓可能會有點膝蓋往內凹 然後這個時候落腳的位置 腳踝會往內掉進來 但是這個時候其實它的設計 就可以幫助你回到一個很好的良好的步態 在移動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它是一個可以帶給你舒適跟穩定支撐 非常艱巨的一個全能型跑鞋 如果說你想要找一雙 比較真的是支撐型夠好 然後又穿起來很舒適的話 其實我會蠻推薦可以考慮試試看 亞瑟士的這雙Geo Carano 30 當然有些跑者可能會比較喜歡 比較硬派的支撐型跑鞋 那你也可以考慮 可能像其他的HOKA的Arahi 7代 或是其他跑鞋 那以目前來說 以亞瑟士的Carano 30到目前 因為現在2024年 大概上市半年左右的時間 到可能快一年 或許在價錢上可以拿到一些折扣優惠 那我覺得這雙跑鞋是一個 還蠻值得入手去體驗的一個支撐型的選擇 下一雙跑鞋要介紹的是比較日常訓練鞋款 那這雙跑鞋是HOKA的MAHA X 那這雙跑鞋也是我自己在2023年 非常喜歡的一個鞋款之一 那如果有印象 其實MAHA 5其實就賣得非常好 那HOKA的MAHA X 是在中底中間搭載了一個推進板 當然它也不是碳板 它是TPU的材質 所以整體推進感受沒有這麼暴力 但是它的雙層不一樣的這種中底材質 還是可以帶給你很好Q彈舒適的腳感 我個人認為HOKAMAHA X 是一雙我如果日常 可能今天想要去一個三天兩夜的行程 然後我可能中間會跑步 日常會走路的話 我覺得MAHA X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它可快可慢 然後你真的在需要跑長距離的時候 它也可以帶給你很好的腳感 那整體來說我覺得它的優點啊 就是真的是我蠻喜歡的一個鞋款 那算是比較萬用型跑鞋 真的要跑長距離也OK 然後要跑速度也可以 那要跑比較日常的走路低強度 我覺得也是非常舒適的 那真的要講缺點的話 我覺得可能是這雙跑鞋在下雨之後 是比較重的 那我這雙鞋還沒有拿去比賽使用過 但我日常在訓練慢跑的時候 其實蠻長機會會選它來做我的日常 低強度的可能五分數六分數的這種慢跑 來做LSD使用 這雙還蠻值得推薦 如果你想要找一雙可能 HOKA家的Rocky X2啊 或是其他的X系列 碳板太過於太硬太過暴力的話 馬赫X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它也沒有像可能比較入門的馬赫5 這麼沒有明顯的推進感受 我覺得它就是在於中階鞋款中 還不錯的一個可以入手的考量 下一雙呢 是我手上的這雙亞瑟斯的 Magic Speed 3 代 那這雙跑鞋也算是我個人 在2023年很常穿著它來運用的一雙鞋款 那我最常穿它的場景呢 就是我在跑間歇訓練的時候 可能會蠻長有機會選到它來出戰 那原因是因為它整體的中底呢 其實是沒有這麼厚的 所以它的靈活操控性來講是非常好的 那再來是它裡面一樣有搭載的碳板 所以你在真的需要有一些速度推進效果的時候 其實Magic Speed 3 還是可以帶給你很好的往前推進的感覺 我也有穿著亞瑟斯的這雙Magic Speed 3去出賽 那我記得當時候我的速度其實也跑蠻快 大概三分三十五還是三分四十 還是沒那麼快 有點忘了 大家可以看影片 但我那時候我記得配數是四分內 穿著一雙跑鞋 還是可以感覺到鞋子的幫助很大 那整體來說它的耐磨性呢 我覺得也是非常良好 因為我其實穿著這雙可能也超過兩三百公里 它其實沒有特別有這種磨損的情況 那我個人選用它的場景就會在跑田徑廠的間歇訓練 或是我真的需要一個短距離可能5K 10K的這種 比較速度型的5K側眼的話 其實它是一個蠻好的夥伴 所以這雙亞瑟斯的Magic Speed 3 也算是我在2023年度當中非常喜歡的鞋款 那我手上這雙呢是Botson 12 它是Adidas在2023年中左右推出的 那當然這個是新色啦 不是目前的色 因為我之前的幾雙其實穿著 使用痕跡都蠻明顯 所以我就直接拿這個新色來跟大家介紹 Botson 12也算是我日常訓練慢跑中 一個很好的一個選擇 我會跟馬赫X來做交替使用 那這雙跑鞋要跑長距離我覺得也算還OK 整體的腳桿呢 它也會有一點點像Pro3的這種桿 當然沒有這麼暴力 畢竟它的中底呢 這個Energy Ross這個科技材質 不是碳纖維 它是玻璃纖維 所以整體來講沒那麼暴力 但它的中底呢 是雙層搭載的LifeStrike Pro 在這樣兩種中底的交替情況下 也可以讓你有一定程度的支撐跟回彈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這雙跑鞋算是 換用鞋款當中非常合適的一個選擇 那整體來說它的中底呢 雖然有一點高度 但我覺得在靈活操控性上 也不會失去太多它的落地的這種直接的腳桿 所以Botson 12也算是我日常跟亞瑟士可能 如果我要跑快一點 可能會選亞瑟士來進行一些速度型的訓練 如果我想要跑慢一點 然後比較長一點 我覺得Botson 12 就是我日常會拿來使用的一個場景 那Botson 12 我覺得在2023年也算是重新洗刷了 它在前幾代可能比較容易鞋子上有一些比較缺點的地方 在12都得到一個很好的改正 也重新在台北馬上看到非常多跑者選用它來出賽 我覺得也算是 對於Botson這個系列已經這麼久以來 重新再回饋到跑者信任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OK 接下來進到競賽類型的跑鞋 競賽類型跑鞋我最喜歡的四雙 那這雙跑鞋呢 是美金隆的Wave Rebellion Pro 那這個跑鞋大約是在2023年1月還是2月上市的 當時我是穿著它去參加大阪馬鬆 那也是第一雙美金隆很讓大家驚豔的一個 碳板跑鞋的一個大升級 因為其實以往美金隆家的跑鞋 其實沒有像其他家的更新速度這麼快 所以在去年初的時候 這雙跑鞋一出來 其實是讓大家為之一亮 然後這雙跑鞋比較厲害的地方 是它的整體的設計是沒有腳跟的 所以整體在往前滾動的這個效率呢 會有一個很明顯被鞋子帶著動 往前跑的感覺 那這雙跑鞋呢 除了滾動跟這個推進效果很好之外 我覺得比較特色 我很喜歡的是它的抓地表現 它的抓地表現 我後來因為這雙跑鞋其實有點太暴力了 我穿著它可能跑10K是有點跑不完的狀態 所以5K以下的選擇 我會選擇它來做一個使用 還有呢在我平常跑間歇訓練的時候 因為它整體的這個抓地力表現非常好 然後可以帶給你很好的效果 你可以想像你跑間歇訓練可能原本要出十分力 才可以達到你的強度武區的這個刻表強度 但你今天穿著這雙鞋 我個人認為 我的心理感受可能到九成力 其實就可以帶給我到十分力的這個配數 所以我覺得這雙跑鞋 是我在後來很常跑間歇 拿它來使用的一個小小陶甲包的關鍵 所以這雙跑鞋也是我2023年非常喜歡的一雙碳板跑鞋 下一雙跑鞋呢是我手上的這雙索康尼的Endorphine Elite 那這雙跑鞋是我在2023年參加Challenge Type 1當中 最後半碼的跑步當中來選用的一個戰靴 那這個跑鞋當然也不是我那個實際穿的 我那時候穿的是綠色 那這雙跑鞋是今年新出出的顏色 只是我的綠色已經有點使用痕跡了 所以我拿新的來跟大家分享 那這雙跑鞋我覺得是當時候 2023年初跟那時候碳板跑鞋其實 這雙跑鞋一出來是讓大家非常驚艷的 因為整體它的中底用料算是堆的非常滿 就是整體的中底材質很好之外 它的這個碳板也是全掌式的碳板 然後整體的推進感受跟舒適性 我覺得算是介於一個不會過度暴力可以駕馭 但是又可以持續帶給你很好推進感受的一雙碳板跑鞋 那整體來說我覺得它的駕馭上手難度 其實沒有其他品牌這麼高 那它在速度比較慢的時候 其實就算你是後跟落地 我覺得它還是算是偏友善 但你真的把速度帶起來的時候 這雙跑鞋還是可以帶給你很不錯的推進效果 所以這雙跑鞋我覺得 當時候我穿上它的時候 整體真的有那種很像 就是索康寧很喜歡打他們是跑鞋界的勞斯萊斯 真的有那種很穩很高級奢華的感覺 你該快的時候它可以給你快 你想要它比較低調成文的時候 它還是可以帶給你很不錯的這種落地感受 所以這雙跑鞋算是2023年我非常喜歡的鞋款之一 下一雙是我首身的這雙Adidas的 Adios Pro 3 但這雙其實應該嚴格來說 不是在2023年度上市的跑鞋 它應該是2022年底吧 實際我有點忘了不太確定 但確實他們有點久沒更新這個產線 那這雙跑鞋是現在最新的Adios Pro 3的配色 那這個顏色算是他們的奧運限定款 然後我自己非常喜歡Pro 3的一個點 是我在2022年2023年的台北馬松 其實都是穿著Pro 3來出展 那這整雙跑鞋的調性或是設計呢 也是在實戰當中我覺得真的跑到後段 還是可以感覺到這雙跑鞋非常均勻的設計 有些他們跑鞋可能是太Q軟太坦 有些他們跑鞋可能是太過於暴力推進 那我覺得Pro 3算是一個介於中間 就是各項數據表現都非常平均 但是你整體實戰運用上是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所以Pro 3我覺得雖然他不是2023年上市的跑鞋 但他還是我在2023年非常喜歡的一個實戰鞋款 在接下來我要去跑倫敦馬松 也還是會選擇他們家的另外一雙 沒錯他們的全新配色 這個配色是這一次他們為了倫敦馬出的配色 我在接下來2024年的這個倫敦馬 還是會選用Pro 3來出戰 因為畢竟我覺得我跑馬松的經驗 大概我目前跑過了四到五場 裡面有兩到三場都是穿著Pro 3來實際出賽 所以我覺得我跟他的這個熟悉程度來說 還是稍微比較高的 那這次倫敦馬希望可以穿著這個限定配色 還是可以跑出不錯的成績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想要找一雙可能比較 各項均衡穩定的話 我覺得Pro 3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最後一個非常喜歡的跑鞋 是Nike這雙Vaporfly 3代 因為他的二代或一代其實算是廣送好評 所以我覺得三代那時候我們也很迫不及待 自己套腰包去買這雙鞋來跟大家開箱分享 那實際這雙跑鞋我有實際的運用 是在我大概9月10月的時候 有穿了一個這雙跑鞋去做一個自己的測驗5K 然後那時候也跑出我大概近半年到一年內 喔沒有搞不好是兩年內的5K最佳 那時候跑了18分10秒嗎 有點忘了 但我那時候是穿著這雙Vaporfly來實際出賽 那這雙跑鞋我覺得腳感來說 他相對於剛剛的Pro 3可能會再Q軟一點 舒適性來說我覺得是可能稍微高一點 那推進感受上還是可以帶給你很好的效果 但我覺得這雙跑鞋我也實際沒有穿到 可能像10K半碼的距離 我不太確定這樣的腳感在10K半碼後 會不會有可能太Q軟 然後比較吃激烈的這種狀況 我是不太確定 如果有經驗的跑者其實可以在下面分享一下 大家穿著的使用體驗 但這雙跑鞋還是可以看到他在賽事的能見度是非常高的 然後他剛出之後我覺得也算是 對於整體的市場來說接收度是很高的 非常多跑者在三代一出其實就馬上去購入然後來體驗 那我覺得成績上來講他也跑出過還蠻多不錯的成績 但我覺得這個還是要說一下 其實現在還蠻多世界型的馬拉松冠軍 還是很多人會選用二代來出賽 所以我自己在二代的穿著經驗上還沒有三代那麼豐富 所以如果大家知道為什麼的話也可以下面留言 但這也是蠻有趣的一個點 因為像在台灣穿二代的跑者 通常是喜歡他的折扣優惠非常大 所以會買入二代來當作比賽系的使用 但是以現在的一線選手來說 還是有很多跑者沒有穿著三代或是Alpha Fly去比賽 反而是穿著Vapor Fly的第二代Nextpa去出賽 這也是一個蠻有趣的點 所以大家也可以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些你的觀點來跟我分享一下 你覺得這件事情在跑者的立場上會怎麼看這個地方 好啦那前面的十雙呢 就是我在2023年當中 算是最喜歡的十雙鞋款 當然還有一些比較休閒的系列 我們就沒有把它放進來相提兵人 但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你自己最喜歡的慢跑鞋、走路鞋、競賽訓練鞋 甚至比賽鞋 哪些鞋款是你自己最喜歡的榜單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當然這些鞋款都是我非常的主觀感受 就是在我個人的腳感上還有使用習慣上 出席率最高的幾雙跑鞋 那所有的這些相關的經驗都是我個人主觀意識分享 沒有上榜的鞋子當然還是有非常多 但不代表這些鞋就不好 只是可能在我個人的使用習慣上沒有這麼合適 或是在它配色上沒有這麼好我喜歡 所以我後來選用它出場的次數可能稍微比較少 但不代表這些跑鞋就不適合或不推薦大家 大家還是可以在下面理性討論 然後歡迎留言你們最喜歡的分享 好啦那以上這些鞋款呢 就是我在2023年當中最喜歡的鞋款啦 也非常期待下一次的跑鞋大亂鬥 我是你的家鄭德瑞 希望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